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一次我都在犹豫 要不要给曾经认识的导演 制片人打电话 告诉他们我可以从零开始 就在这个时候余政给我打电话 用了纯碑这个角色 来到了属于演员的舞台 所以我想告诉那些和我一样的演员 只要你坚持自己做的事情 就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杨荣泽表示 自己很久没有演古装戏了 这次上节目是想突破自己 自己也是三十多岁的演员 但因为在这个市场上一直维持错语的人设 我怕被淘汰 导演 制片人们请多 给三十岁 四十多岁的女演员一些机会 拉西泽在甄嬛转成名之后 结婚 生子 在热度过去了以后 他也同一样面临着无戏可拍的窘境 对此 一众老师都对中年女演员的行业困境深有同感 张子怡更是为他们的勇气和坦诚点赞 学生也认为 确实大多数演员都在挣扎 机会很少 也有人指出 面临相似近况的演员也需要调整好心态 不忘磨脸自己 不做主角可以做配角 耐心沉定自己 等待机会也是不错的选择 你或许就可以等到更好的舞台 事实上 今年如甜蜜暴击等国产剧 拥有流量演员配置的作品收拾很一般 从而提醒大家需要真正回归内容 推动好演员的春天早日到来